前边特朗普政府跟我们打贸易战 那么我们为什么搞不定特朗普政府 为什么以前1992年到2016年之间 中美之间各种问题都能搞得定 大家发现没有 所有的危机 不管是银河号事件 还是炸大使馆 还是撞了飞机 所有事情 全部是床头吵架床尾盒 两个月之内搞定 什么原因 这我抛出一个可能又要是暴论了 就是因为咱们上边有人 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权势核心圈 我们有我们的老朋友 时间关系我这都不多展开 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张市长我看这个讲得非常好 都是讲故事 所以我也讲个故事 那么可惜这故事今天全网直播 据说百万人在看 所以我得掌握一下这个度 这不能把人给卖了 这么讲吧 2015年 上上次习总书记访问美国之前 我们知道各个系统都要在美国帮他暖场 是不是 那么咱们的党的某个系统 他在美国帮他暖场的方式就是舆论 舆论的话就是习近平谈自国理政那本书的新书 英文版 第一版新书发布会放在美国 在他去之前先搞一个新书发布会 帮他造势 那么由谁来做呢 就跟今天一样 他们发现说 诶 狄东森 你这家伙比较擅长又忽悠老外 是不是 因为他们看过我怎么忽悠老外的 咱们觉得现场效果非常不错 你来主持兼嘉宾 所以那次跟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很相似 我既是主持又是嘉宾 地点呢 领导定下来了 说这个谁谁谁 你们下周 下周礼拜四 下午三点半 去那个美国最重要的政治理论闪文书店 在那个华盛顿肯尼迪克大街 2650号吧 好像是 去那边 专业书店 去那边办一个新书发布会 然后我们就一线赶紧去沟通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方工作方式不一样 你临时抱佛脚 让我去沟通这个地点时间 是吧 很麻烦呢 结果那个书店老板很傲娇 说抱歉 接待不了 接待不了 后来我就问了 我说你告诉我 每位作者把这个场次定下来了 啥意思 天下没有美元搞不定的事情 是吧 如果一打美元搞不定 是吧 那我就 两打 当然这是我的工作方式 结果 那么结果呢 这个书店老板很傲娇 说抱歉 我不会告诉你哪个作者 已经把这个时间段给定下来 我们是有原则的 他跟我非常傲娇 跟我很装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这哥们 以前是民主党人 三世民主党人 以前做过住亚洲的记者 对我党非常有看法 所以故意地不配合 后来我以为这事得黄啊 至少得换时间换地点 是吧 结果 我们把矛盾上交嘛 让领导去解决吧 是吧 反正我是客串的帮忙的 是吧 结果到了礼拜四早上 咱们那个部的一位副部级领导 也是那天的真正的Kino Speaker 他给我打电话 说小爹啊 咱们按我方原计划 在那个时间 在那个地点 继续照办 吃完午饭我就赶去 结果领导到了比我还早 给我介绍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 按照我方原计划 得以顺利之行 就是因为 这个 我们今天这位工程 顺他介绍 一位大鼻子老太太 一看就犹太人 这个老太太给我递名片 我叫某某某 我这名字不卖了 我叫某某某 请多关照 注意啊 一口流利的金片子 北京话 然后我很惊讶 我说您这个中文讲得比我还棒啊 我永远改不掉我的江苏口音 您这个一点口音都没有啊 老太太听我夸他口音好 得意了 我告诉你啊 我不但会讲中文 我还有中国国籍 大家知道吧 你有外国国籍吗 你如果有外国国籍 你不可能有中国国籍吗 是不是 她这样的老太太 是不可能为了中国国籍 放弃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 是这个意思吧 我一下明白了 这是我们中国民老朋友了 然后这时候 然后下边还句话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不但有中国国籍 我还有北京市户口 长安间边上 东城区游套四合院 等你回了北京过来喝茶 这一年你在这儿有啥事 记得找我 意思是吗 这一点我照得住 然后我这时候看见 这个前边很傲娇的 那个书店老板满脸黑线 安排员工排桌子排着 很不情愿 被人强按着干这事 接着茬 我说您怎么搞定她的 我们前面沟通沟通不下来 这个很傲娇的 老太太皎洁一笑 我跟她讲道理 大家知道这话来路吧 美国著名黑手党电影 《教父》里面的经典台词 把人家码头给砍了 谁人家被窝里边 当然老太太不是黑手党 老太太的身份是什么 她为什么在中国住了三十年 为什么是蒋扣流利金片的 就刚才我们讲到的 全球华尔街某著名金融机构 顶级金融机构的 亚洲区的主材 当然再说下去 可能政治不正确 大家明白我意思吧 懂得掌声啊 其实就是说 说得白了点 其实就过去三十年 过去四十年 我们在美国的 它的这个 利用它权势核心圈 是不是 我前面讲过 华尔街在1970年代开始 对美国 它的内政外交 有非常强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有路径依赖 但问题是08年之后 华尔街的地位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 16年之后 华尔街搞不进特朗普 为什么 很尴尬 特朗普以前对华尔街 有过一次软性违约 所以双方有矛盾 当然这个细节 我就不多说了 时间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是吧 那么 这个中美贸易战过程中 他们也试图帮忙 据我所知 美方的朋友跟我讲 这个 试图帮忙 但是利有不歹 但现在呢 现在我们看到 拜登上台了 传统的精英 政治精英 这个建制派 他们跟华尔街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大家看到吧 拜登的儿子 被特朗普说 你在全球有什么 基金公司发现没有 随着 随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